陈振传的父亲陈真祥从事银行业,同时也是社群领袖。 陈振传14岁那年,父亲突然离世,他被迫放弃了出国读大学的计划。 正因如此,在后来的人生中,他一直保持对知识的渴求,也成为教育事业的热切支持者。 在英华学校完成学业,陈振传立刻投身华商银行,一年后和同学黄海伦女士完婚。 太平战争爆发,陈振传受任于华侨银行,远渡重阳,到达澳洲。 在悉尼,他建立华侨银行办公室。 临危受命,陈振传离开澳洲,赶赴印度,重新注册华侨银行的战时总部。 当时,他参加了深入探讨,关切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战后政治情况。 殖民地政府认定陈振传的人品出众,坚持原则,忠于新加坡。 因此,在日军投降,英军回来治理全党的时候,他被优先选择,协助战后重建。 1925年,陈振传完成学业后就投身银行工作,也就是华侨银行的前身,从此和华侨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他的勤奋和天赋让他在银行里迅速升职,于1966年成为华侨银行董事长。 在他做董事长期间,华侨银行成为华侨银行集团。 花沙尼、大东方人寿保险、马来西亚酿酒厂、华侨保险、来福市酒店、罗敏申有限公司、海峡商行和韦信兄弟都加入了集团。 从70年代起,为了维持快速的发展步伐,华侨银行把五层的办公楼改成52层的摩天大厦,在当时是东南亚最高点。 陈振传的信念是过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,所以他乐于和不幸的人分享他的幸福和成功,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年代。 陈振传因他的善行和同情心而得到赞誉,当然也包括他敏锐的正义感和敢于直言不讳的精神。 参与慈善事业几十年后,他在1976年创建陈振传基金会。 他所捐助的学校包括南洋理工大学,新加坡伯利大学,尼安理工学院,华侨中学和卫理工会女子学校。 陈振传的捐助不局限在新加坡,也包括海外的研究机构,例如美国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,英国的尼德汉姆研究所。 2005年11月,陈振传去世时,各方的诵词纷纷涌来。 报纸上赞扬陈振传,罕见的,收人尊敬和爱戴的商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